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我们的生活总是与家电息息相关 好的电器设备能够带给我们便利舒适的生活 而家电用品业者也以更安全与环保省能的诉求 来制造符合大众需求的生活家电 不仅兼顾生活品质、环保节能概念 也以更安全与环保省能的诉求 可以贴心细心来生产电器用品 希望干净舒适的生活延续到下一代永续发展 外景队来到了高雄县 在这里就有一家家电的科技公司 在这里就是告诉您 他们的用心、他们的热心 会让现代人生活更好 很荣幸针对这样的主题 为您访问到公司的五总经理 产品不断推出一些新的产品 唯一没有改变过的 我们所有的核心价值 都是以人为中心 从来没有改变 当然之间我们会不断地改善 以苦和客户的需求 因为真正我们必须以消费者当核心 业者将创新、品质、效率的理念 以用心、决心、信心、热心的信念 贯彻到每一位员工的生产制程中 提供给消费者安全、品质、卫生的生活体验 从研发设计开始 针对市场趋势与消费者所需 制造符合消费者期望的家电 而他们也运用声学测试 那一场这个消费族群来选 选看他们喜欢哪一台外观 或是希望有哪一些 当然在设计阶段 我们就让消费者参与在里面 那整个生产的过程里面 我们当然一定要有层层的品质的把握 这个是一定要的 由于对产品安全与品质的执着 公司团队将家电产品设计 从原有的电风扇、开饮机产品 增加到纸巾机、热水瓶、烘碗机、压力锅、吸尘器等家电产品 目前也拥有国内外品质认证 以及每年新增60种以上的新型专利权 是台湾专利数前百大的公司 其中蒸汽式开饮机 更是全国第一台 得到国家金瓶奖肯定的开饮机 原山来讲是一项非常重视安全跟品质的公司 适用功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大概都比较是安全这个部分 所以原山不计成本从日本引进 日本的温控来控制它的安全 包括每一个零件都是经过认证过的零件 今年来讲我们只要推出的是防火的部分 根据报道 市面上多数湿纸巾 含有荧光剂问题 影响民众健康 现在他们也以专利技术为核心 兼顾品质与安全 推出不含荧光剂 可调整纸巾湿度的纸巾机 只要按下加热键 纸巾机还可以产出暖暖的热纸巾 一目了然的操作界面 不管是餐厅使用或者是家庭使用 都能够方便又安心 在我们公司东西卖出去之后 我们还会去了解 消费者使用的状况怎么样 使用上有没有困扰 甚至假如有机台送回来维修 我们也会花很多时间去了解 为什么送回来维修 把这些当作我们技术部门的一些资讯的输入 他得到这些资讯之后 技术部门会去思考 如何改善就是透过这种不断改善的循环 让我们的产品好还要更好 国际环保意识抬头 近来重视家电用品 是否能够兼具环保与节能 他们早已针对此一发展趋势 进行产品的节能研发 让产品达到环保节能省电 也获得经济部能源局 省电节能环保标章 与欧盟的环保ROSE规范的肯定 真正做到环保节能 也为我们的生活尽一份世界公民责任 在台湾有些人会认为说 家电是一个传统产业 其实我个人的感受不是这样 我个人的感受只有那种传统的心态 没有传统的产业 家电这个行业很有趣 只要可以发明一些 可以让消费者的生活水平提升的 或者生活更精致化的 那我就可以推出新的产品 所以在家电这个领域它是无限的想象空间 所以吴总我觉得从你的这个言谈当中 我发现到你真的是一个有热忱的人 因为我觉得有热忱就会有创新 业者追求创新与用心 即创造更好的生活而努力着 并以不断追求功能与品质 提供健康环保的生活家电 来满足生活需求 所抱持关怀环境 满足顾客的理念 让消费者体会到安全品质与便利 我们也希望民众能够共同发挥环保节能的精神 来与大自然和平相处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